我决定 和惠子在一起 同时 我也打算离开塞尔 所以麻烦你 尽快找人来接替我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没太听清楚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决定未来和惠子生活在一起 所以 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 帮你假装艾米的父亲了 要挟 你是想拿跟艾米培养的妇女情 来要挟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是塞尔更多的股权 还是公司的话语权 是 康如 要挟是你的方式 不是我的 我无所谓你怎么想我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到此为止了 周一鸣 做人不要得寸矜持 康如 我相信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我能理解 所以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你跟我说过 你说 一个连自己都出卖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赎回来自己的 所以我只能怪我自己 我当初 出卖自己的婚姻 换来今天的这一切 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 我到现在 提起婚姻这两个字 依然会毛骨悚然 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伤害了惠泽 伤害我自己 同时也伤害你 甚至未来会伤害爱你 我想改变这一切 我想改变这一切 我想试着 赎回我自己 你能明白 康如 至于工作 我相信你的能力 和你的判断 一定会为赛儿做出 最有力的决策 你的兄弟林少堂和赛儿 你都不要了是吗 随便你 我现在只想和惠子在一起 人这一生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不断选择的过程 我活到今天 我好像才明白 选择没有对错 只有从心出发 我也希望你能知道 一个人做选择 他的标准不仅仅是利益 还有情感 是 谢谢你 康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就算是跟康儒彻底摊牌了是吧 你是没吃过饭还是怎么着 这地主家常工也得吃顿饱饭 说话 说了 是 摊牌了 过去软弱出卖自己 我长得这岁数了 我还能干这事吗 那你考虑过后果吗 考虑了 大不了 离开赛尔一无所有呗 行 支持你 对了 还有事呢 喜讯啊 跟你们俩分享一下 我跟惠子也正式分手了 不是 你之前做的一切 不都是为了跟人惠子栽块吗 怎么跟人分手的呀 谁提出来的呀 当然重要啊 慧所提的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 我现在挺好的 没人在 动我的东西 把家里弄得花了胡哨的 也没人一天到晚 一门心思要跟我厮守终生 也没人再把我当成他的唯一 也没人一天到晚 问我到底爱不爱 他跟我这谈感情 我周一明有什么感情 我不配有感情 我有什么感情 我现在挺好的 黄金单身汉 一百多块的陈汉子怎么了 挺好的 天大的好事 说完了 这真是好事吗 别嘴硬了 难受就难受 跟我们这儿装什么呀 还能挽回吗 挽回不了 我 耐心耗尽了 人也伤痘了 活该 我罪有应得 我现在唯一 唯一担心的 就是我如果离开塞尔 我可能会连累你们俩 我这儿你不用担心 我本身去塞尔也是你为了拉我一把 如果你走了 我肯定跟着你一块走 小涛呢 危机跟塞尔牵扯这么深 我要是离开了 谁在背后能帮他一把 这事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再怎么帮我也不能让我兄弟 出卖自己来帮我 就算未来咱们 全都一无所有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就是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你到底还有没有这勇气 我活到今天 我总算是明白一事 人这辈子 什么都可以没有 就是不能没勇气 接茬吃